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大盤反彈的60幾點 盤中跌80但是拉上來 今天又是第二根的長紅棒 昨天外資賣超131 那為什麼外資大量賣超 台股反而跌不下去 昨天很強喔對不對 今天買盤有63萬張 今天開低80但是拉起來 變漲62 拉了142點 那我們看到這兩天的K棒 都是類似這樣的格局 形成兩根的長紅棒 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們回想一下 從15號上個禮拜五到禮拜一到禮拜二 這三天跌掉530點 當然起跌點如果你沒有避開 投資賣非常的可惜 當然誰有避開 知道人就有避開 那如果你盤是看不懂 你不想要拉回了 投資賣你指數怎麼可能做對 所以很多人在做股票 同時也在做指數 但是盤都講錯了 那指數一定斷頭的嘛 你看一下從上個禮拜五 哇 對不對 129點 禮拜一又跌了195點 加上昨天一開盤就跌150點 這樣三天跌下來就530點了 投資賣 如果你不懂的避開 你告訴我 你可能贏嗎 三天耶 530點耶 那就是斷頭 對不對 那我們回想一下 四天前 上個禮拜 禮拜四 在起跌之前 禮拜五開始跌 起跌之前禮拜四 我跟你講什麼 這是8月14號禮拜四講 有沒有 禮拜五開始跌 哇 股價來到一樣高的位置 對不對 股神系統告訴我 來 鏡頭涵蓋這四個點 當拉起來跟這個位置一樣高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點這麼高 股神線這麼高 但是這裡呢 這邊有股神線掉下來的 代表這裡反壓重重 這裡即將要拉回 所以在8月14號 我就跟大家提醒了 好像全市場只有我告訴你 這大盤即將要拉回 我怎麼知道 我看這個啊 不是特徵組打給我的 我不是 我沒有知道總統要開 陳總統要開記者 我不知道 特徵組也沒有打電話給我 不要誤會 我只是有股神系統而已 有沒有 所以當這個點 大家知道 這個地方要拉回 反壓非常重了 有沒有 講完隔天 一百二十九 來 禮拜一再跌一百九十五 兩天跌掉三百八十點 哇 原來這麼簡單 因為我早就看到了嘛 所以我知道 當然這個盤要拉回 有沒有 兩天跌掉三百八了 隔天開盤再跌一百三 一百五十點 所以這樣總共 三天跌掉五百三十點 特徵組也沒有 如果你不喜歡拉回 你怎麼可能避得開 你避不開 你就是指數就斷頭了 特徵組也沒有 所以很簡單 你看起來是很簡單 看我講很簡單 我每一波都講很正確 為什麼 因為我有股神系統 但是你沒有 很多老師都沒有 所以他們就會做錯 你看這三天做錯 你就斷頭了 對不對 五百三十點就不見了 對不對 你看看指數 兩天就跌掉四百多點了 看到嗎 哇原來這麼簡單 有沒有 原來在這裡出現賣出訊號 就是禮拜五的盤中出現賣出訊號 三線跌破轉空 特寫七三四連開始起跌 有沒有 一不小心兩天跌了四百多點 所以這一段如果你沒有避開 投資朋友 你看你這樣跌下去 他就輸八成了 你一千萬就輸掉八百了 兩天就好 很多人在做指數 多空方向搞不清楚 說美元說要帶你賺差價 其實一馬錢都賺不到 一不小心就賠掉四百多點 非常的可惜 來 當然這起跌點你要知道 七三四連 在這裡 有沒有 賣出訊號出現 三線跌破轉空 就是七三四連 有沒有 在這裡 看到嗎 所以這一段都不能追 要反手放空 懂意思嗎 但是很可惜 這兩天就好 光光那兩天就有將近15萬口 買進做多 當然不用講 你看這個 這有15萬口 第一天就七萬三千多口 有沒有 有 看到嗎 這七萬三千多口做錯 第二天更多 七萬八千多口 所以你看兩天都沒有 就15萬口 這麼多人都做錯了 方向很簡單 這個當然沒有方向 股承系統才有 有沒有 方向很簡單也很明確 但是竟然有15萬口的人做錯 所以說指數數場 是個很可愛的地方 很多人不會玩 當然很想玩 最後呢 他拿來繳學費 因為他不會玩 他做錯方向 因為他沒有股承系統 這明明就是空 他偏偏要買多 對不對 最後很簡單 就被斷頭出場了 他們又不懂 然後又很想玩 又沒有專業 又很想玩 那很簡單 就會拿錢來繳學費 那我們就把錢收下來 謝謝 我這邊好 所以這市場 是個很可愛的地方 但是一個很殘酷的地方 你做錯 學會繳不完 不多啦 剛剛講過15萬口 15萬口的人做錯了 很可惜 那我們再回到起碟點 這裡有什麼跡象 咦 有沒有 就是禮拜五一開盤 股價往上攻 創新高 但是創新高的過程 股神線是掉下來 這叫什麼 股價往上攻 股神線掉下來 這叫開口效 開口效就是要拉回的 已經在零走附近了 只可惜沒有人提醒你 我有跟會員提醒 禮拜五一開盤 九點七分就跟會員提醒 大盤 六十五天台起 都已經三線在零走 都可以追高 追高就完蛋了 來隔天 再跌 天啊 左邊啊 你看這樣一天跌下來 140 兩天跌掉238 加起來就400多點了 所以你想想看 是不是一堆豬頭 但已經追 追完之後全部都斷頭 是不是很可惜 但是你看第二天 他還快在零走啊 他還快在平盤附近 你可能不曉得啊 我會員還是曉得 因為我跟他們講 第二天啊 禮拜一了 早上九點十五分一樣 大盤六十天台起 就三線轉空了 有沒有 拉回壓力大 不可以追下來 你追上去你就完了 你就準備學會腳步完了 兩天就400多點了 當然你一定很關心老師 那你都知道你為什麼不空 有啊 我當然會空啊 難道我會開玩笑嗎 我怎麼會跟他客氣呢 空什麼空電子 拉高空他 不用客氣 掉下來 當天賺五大點 在哪裡空的 292.2 有啦 為什麼 三線再度跌破傳空 292.2空他 不用客氣 全部會員都有 只要你參加指數會員 通通有 不分等級 292空 287回補 所以這樣剛好 就這一小段 這樣就是五大點 就兩萬塊獲利入袋 真的很簡單 不用客氣 該賺錢就把它賺進來 當然這兩天都是開低拉高 開低拉高 那很簡單 這兩天又不一樣 你這兩天空你就錯了 前面你可以空 你不空賺不到 因為跌400多點 但是最近這兩天開低拉高 開低拉高 連續兩天 你放空你就完了 可不可以空 當然不能空 但你去空就豬頭 你就被尬死了 為什麼不能空 昨天為什麼 這叫什麼 多方控盤 古神系統F5的畫面 就是這個畫面 叫多方控盤 所以你一開盤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一開盤沒多久 就叫什麼 叫多方 它一直走走走走 通通是多方 所以如果你昨天去放空 那對不起 你就準備被尬了 看懂嗎 懂意思 那今天呢 你昨天做錯 你今天一定又做錯了 今天還是一樣 還是多方控盤 開低拉到盤下 又拉起來 同學朋友 你放空你就被尬死了 來 下半場開始翻多了 看股神系統666的格局 有沒有看到兩線翻多了 來特寫 6906出現買進訊號 往下看 因為副線已經翻多了 看懂意思嗎 三條線兩條線翻多 你就不能空了 那是一個短線的買進訊號 但是不要流倉 為什麼 因為主線還沒有翻多 你要流倉 等主線翻多再流倉 所以你今天還是一樣 不能翻空的 另外我們看F5 今天有沒有翻多 下半場有沒有 有啊 有沒有 大概在10點多 就已經翻回多方控盤了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很簡單 你有這兩個圖 當你盤中看到這個 看到馬英訊號出現 當然盤中就一定會出現 然後你就知道了 哇原來這是不能空的 這要做多 這樣看起來是變得很簡單的 剛剛講的大盤跟指數 在這邊 如果你沒有完整的連結 你連大盤都看錯了 指數怎麼可能做對了 兩天就好 你就只要賠500點 那很簡單就畢業了 就你所有錢都輸光了 就再見了 所以這市場是一個 很殘酷很可怕的地方 你如果沒有相當的本事 千萬不要來 來了你兩三天就畢業了 就把你所有賺的錢都輸光了 很可怕 懂意思嗎 沒有本事就不要來 但是很可惜 很多沒有本事的人 他偏偏要來輸錢 那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伸著手 等著賺他的錢 不要客氣 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你沒有相當的本事 一定要記得找一個人來幫你 或者是擁有股神系統 你就不會做錯方向 看完大盤指數 我們回頭來看個股的操作 你看一下這段跌掉2600點 從520 今天 跌下來到今天 今天8月20號 很快 520 6月7月8月 3個月過去了 90天過去了 他偏偏你有沒有賺錢 這樣問是一個很殘酷的話 請問90天過去了 從520 620 720 820 剛好3個月90天 同學朋友請問你有有沒有賺錢 這個很殘酷的問話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我同學 我們同學滿多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 張曉敏 我們最近很多同學 都已經事業都做得不錯了 什麼人在開始什麼火鍋 連鎖店 什麼人在開什麼工廠 都賺得不錯 目前同學裡面最有成就的 就是他 他就說他現在在開賓士S320 張一鳴你開什麼車 這樣一問很嚴厲 你要不要回答什麼 我沒有開車 我丟臉了 我騎摩托車 好像被人家比下去了 我開march的 march一台三十幾萬 被人家比下去了 賓士車一台320 我一台最終也三四八萬 他說他是同學裡面最有成就的 他就問張一鳴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開什麼車 這樣一問好殘酷喔 我說不好意思我開S350 賓士的 張一鳴你才是老大 你才是同學裡面最有成就的 其實他只是用金錢來論斷 金錢不能代表一切 但他好像說我算是同學裡面 稍微有點成就 算成就最好的 其實我不敢恭維 我覺得沒必要這樣講 但是有時候當別人在問 你開什麼車的時候 那很殘酷 那真的是 如果你有時候你會回答不出來 為什麼 尤其人在股票市場操作 每一波你都做輸 當你錢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你這會覺得你很痛苦 你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你什麼夢想都沒辦法完成 所以同學 當你有時候面對這個壓力的時候 你想想看 把自己心靜下來思考 安靜下來 想想看 520過去了 到現在剛好90天三個月 對不對 620 720 820 今天剛好820 剛好3個月90天 你賺錢了沒有 這句話我問起來很殘酷 你賺錢了沒有 很殘酷啊 那你要去面對啊 有嗎 還是已經賠得很慘了 1000萬剩不到200萬了 當然你也可以問我 張老師 從520到現在 你賺錢了沒有 有啊 我這邊寫很清楚啊 從520到現在 特惠總統全勝 全勝就是沒有輸掉任何一檔股票 每一檔股票都贏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耶 有沒有 大凡跌到現在 很多股票從100塊跌到20塊 真的好慘喔 你如果520有1000萬 現在也有1000萬 不一樣耶 你520有1000萬 現在也有1000萬 那表示你沒有輸沒有贏 但是不一樣耶 你本來520的股票只能買一張 現在你可以買五張 意思不一樣耶 所以你現在1000萬價值 可能是等於5000萬耶 你沒有輸就很厲害了 就很棒了 基金操作全部掛掉 沒有一檔賺錢了 所以如果你520有1000萬 現在也有1000萬 不得了耶 你的1000萬現在是等於5000萬耶 你沒有輸就是最棒的了 沒有最棒啊 第二名 因為還有人做得更棒 那如果能夠剩很多的 你現在可能做10檔 切 互相彌補一下 你可能賺了五檔 其他有勝有贏 沒輸贏 賺五檔 喔那很厲害囉 那如果能夠找到一個全勝的 沒有做錯任了一檔的 哇 那真的是省耶 有嗎 有啊在這裡啊 寫得很清楚啊 真的嗎 我總統會員 特別會員也不少啊 吹牛你繳要錢 全部還給你 這不能開玩笑啊 有沒有 所以很顯然跟他想想看 你為什麼每次要跟第二十名的 跟第一百名的操作 跟第三名跟第五名操作 你為什麼不要選擇第一名的 如果你在520選擇第一名 那這個就是你的啊 中農會員 特別會員 股票全勝 到現在90天 沒有做錯任何一檔 了不起 對不對 來 尤其跟這些人比起來 就更了不起 散戶 你看融資 3600多億 跌到2500 砍掉1000多億 那很多人都被斷頭出場 血流成河 尤其你看到市場這種景象 那跟我一比起來 哇一個在天堂 一個在地獄 那真的是沒辦法比啦 說粗話叫叉叉比雞腿 沒辦法比啦 太可憐了 市場這一波太可憐了 來 在這裡 哇 水啦 我把它規劃做四波 一波 兩波 三波 四波 到昨天為止 總統特匯股票全勝 有沒有 當然包含今天 今天也沒輸貨還是全勝 有沒有 所以很簡單想想看 90天過去你有沒有贏 那如果你沒有贏 你到底在做什麼 你在忙什麼 有意義嗎 你還要繼續下去嗎 那你如果面對未來人生 投資朋友 這不是你要的嗎 對啊 這全勝是你要的 那你要你為什麼不願意 打電話進來爭取 你要在猶豫 還要問先生 還要問妹妹 還要問弟弟 你要問到什麼時候 你先生你老婆有在看電視嗎 你自己每天看 你每天印證你都不相信 你問他有用嗎 你問他是趙英明誰 趙英明誰 他又不認識 你問他股神系統是什麼 他也不知道 你問他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你為什麼要問他 你每天在看 你為什麼不願意相信 你自己的眼睛 我願意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 當然很多人 老師你這個會不會騙人 你會有這種疑問 我知道 因為市場說真的 股票要做 做贏太困難了 所以就變得很多人 每天在台上就是用騙的 做太困難 沒關係 自己騙比較快 自己編輯效比較快 所以很多人會有這種疑慮 是真的假的 那你想想看 我的總統會員 一交50萬 特別會員一交30萬 我今天做賠了 然後我做每一黨都贏 那如果他告我 很簡單 我就停牌三個月 這能開玩笑嗎 這不能開玩笑 那很多人都亂騙怎麼騙 他把會員分等級 我的會員只有三個等級 總統特別跟普通 普通包含二合一 二合一就是有加 七子就是二合一 普通跟二合一是操作同樣的股票 一個有加七子 一個沒有七子 就這樣 三個等級 沒有第四個了 那很多人怎麼編 總統跟總統一 總統二 總統三 總統四這樣編 所以老實在台北上 每天買股票 我只有 永遠不超過五檔 每天都要追蹤 我沒有出頭 從頭稿就要寫 永遠不超過五檔股票 誰做得到 全台灣只有我做得到 很多人怎麼編 總統編 一二三四五六七 總統二 總統三 總統這樣編 我們今天總統會 每天買股票 每天買個五六檔 總又有漲的 漲了他就來講 他錯了不講 對的 好我們今天總統會 買什麼股票 要漲停板的 嗯 我怎麼沒有 這個老師我怎麼沒有總統會 你今天講我怎麼沒有 請問你是總統幾 我總統二 這是總統五的股票 我的天啊 他就沒有 那你再繳錢 那總統我再繳一百萬 你再繳進去 隔天又來 我今天又漲停板了 老師這檔股票我怎麼沒有 你總統幾 我總統二跟五 哇這總統八的股票 天啊 你假如一移進去也沒有 老師用騙的 我只有三個等級 剛剛講過 總統沒有分等級 就總統就總統 沒有什麼一二三的 特惠跟普惠 普惠就包含二和一 二和一就是有加氣質的 就這樣而已 絕對不耍花操 三個等級 同時沒有 誠信無期 總統跟特惠 從520做到現在 有認了一檔股票做錯 讓你賠錢 沒關係你來找我 我把所有會會都還給你 公不公平 公平 因為我騙人嘛 騙人我沒有資格拿你錢 我都還給你 對不對 我都敢這樣講 那你還在怕什麼 你要問先生問老婆 你要問到什麼時候 他又沒有看節目對不對 所以不用再問了 想想看你這段你怎麼操作 這一段如果你做書很不值得 來第一段 想想看你怎麼操作 第一段 這很難做 520每個都看多買下來都斷頭 從這裡到7月1號 全勝 賺560億 百花百中每檔都贏 這第一波 這裡到這裡 對不對很多人都做多 我是放空下來 接下來再跌680又反彈上來 這一段又做25次 贏96.6 在這裡 又幾乎全勝 有沒有這第二波 第三波 第三波這一小段 這不好做喔 因為這段行情很小 我又做28次 贏22.5 在這裡 看到了嗎 到8月11號了 這一段操作 從520到8月11 做了89檔股票贏88檔 這裡又寫 總統做25檔 這是520到8月12號 做25檔全勝 特惠30檔全勝 二合一 三四檔贏33檔 這是到12號為止的 當然你會說那25檔權 到底贏多少 統計一下我到底贏多少 我把他統計了一下 25檔總共獲利是409 一張1000 一塊錢1000 那賺40萬9 當然你既然參加總統會 那表示你資金比較雄厚 那就不可能買一張 很多總統會員都是100張的 那如果100張就不是40萬9 就是4千萬 90萬算手續費好了 就是賺4千萬 看到嗎 統計一下就是第三段 太漂亮了 這邊操作在這裡 講到這裡 講到這裡 那最後的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也是很難操作 就是你前幾天踏倒這一段 有沒有盤整4天 3天跌530天這段 這一段我放空 統計一下放空 9檔又賺了97.5 統計一下真的嗎 在這裡 每檔都演百發百中 這一段期間有做錯任何一檔 一樣 你來找我 有帶你買任何一檔多單 讓你賠錢 一樣你來找我 你賠了我賠給你 那表示我騙人說謊 沒有你賠了我賠給你 公平合理 真的嗎 這太完美了 怎麼會賺這麼多 到底在哪裡 在這裡 任何一個call訊 這日期照假 這一天822沒有空順達 127沒有空 829昨天沒有全部回補 102跟105各補一半 127到105 就25塊 這樣105 加起來出約 就是23.5 這任何一個是造假的 你假如會用 通通還給你 公平啊 合理啊 對不對 你有沒有做對 沒有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又做錯了 太漂亮了 怎麼會補得這麼棒 在這裡 所以你看一段時間過去了 這一段又贏 贏得太漂亮了 太迷人了 怎麼操作順達在這裡特寫 128最高 101 在這裡空下來就對了 我沒有空最高 差一塊 127放空 12號 為什麼空 3000跌破轉空 空完之後跌停板 有沒有 隔天跌停板 再跌 有沒有 再差一檔跌停板 有沒有 到昨天 又差一點又跌停板 夠了啦 最低101 補102 有沒有 漂亮嗎 很多人說 市議股票怎麼操作得這麼棒 沒話講 太神奇了 來 空打電 我跟你講啊 我要放空 我給你預告啊 有沒有 有啊 這公開講的啊 有沒有掉下來 有啊 投資朋友 是不是跌下來了 有啊 沒錯嘛 對不對 有啊 這不是獲利嗎 雖然那種在灌亂等待 在等什麼 行情不斷的走 我可以等你沒有關係啊 可是行情不會等你啊 就算在等待的過程 投資朋友 你可能又做錯了 你本來1000萬剩下200 你這段又做錯 又賠50萬了 我們一不小心 可能又賺100萬 你又賠50萬 這差距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在天堂 越在地獄了 你要再等下去嗎 你要在地獄待下去嗎 投資朋友 你不希望有人來救你嗎 那如果希望很簡單 你就要繼續把電話打通 來投資朋友 再講一遍 你看一不小心 當你還在華語的時候 我們又賺這麼多了 漂亮喔 投資朋友 前面4波都做完了 那請問第5波什麼時候發動 就今天啊 我跟你講預告了嘛 對不對 第5波正式啟動 投資朋友 前面4波做98檔097檔 4波你都錯過 1234你都錯過 現在第5波你一定要跟上 投資朋友 第5波從今天全新開始 不用華語 電話打通 務必加入 把手續辦好 我們今天的廣告 好 再來到現場 想喝咖啡斯樂冰嗎 現在斯樂冰混上了卡布奇諾 哇 全新的斯樂普奇諾 斯樂奇諾驚奇上市 將奶精更香醇喔 嗚嗚 斯樂普奇諾 奇諾oscorgeous 奇諾 更百分之一百三十色彩生命力 亲妹 全通投雇 值得托付 02-2781-3900 享受当下是幸福 拥有未来是奢华的幸福 亲妹广色域面板搭载Full HD 创造百分之一百三十色彩生命力 让你看见色彩的未来 体验新奢华的幸福 亲妹 让全世界争相瞩目的东方秀法 全新历史汉本飘尝喜润系列 独特牡丹花香与汉本精华萃取 极致滋养闪耀东方秀法 把样牡丹香闪耀女人资产 历史汉本飘尝喜润系列 就是要让你活力充沛 Zansprey 纽西兰奇艺谷 还有独特奇艺小素 能帮助进化身体 让你比谁都有活力 有Zansprey 活力跟着你 除非 有人适合比你多 Zansprey 国产最强省油科技 Ford Mondale Focus柴油涡轮动力 零利率月付9999 热烈实施中 欢迎回到现场 同学们今天你做对了吗 如果你今天还是做不对 那表示你以往还是做不好 那如果你以往做不好 你今天又做错 你明天更不可能做对 同学们不要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了 从520到现在刚好90天了 520到现在今天820刚好90天过去了 请问你赚钱了没有 这句话问起来是很直接 但是也有压力 因为你如果做赔钱了 你要怎么回答 同学们你可以骗我 但是你没办法骗你自己 你本质一刷下去 哇怎么这么难看 怎么一千万剩两百 你要你怎么面对未来的人生 想想看 那我们为什么奇怪 每一波都做对 到现在520到今天90天 总统特会股票全胜 全胜就是全胜 任了一党做错 总统特会任了一党做错 你来找我 你输的算我的 那表示我在吹牛片了嘛 那我负责赔你 合理啊 不用怀疑 绝对是百分之百的 太神奇了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一段 第一波全胜 太漂亮 第二波几乎全胜 25党赢90.6 第三波又几乎全胜 28党赢22.5 包含最近这8天 同学们又是全胜 97.5 空了9次 太完美了 你现在画面看到这一段 同学们做了98次赢97次 股票几乎全胜了 总统特会没有做错任何一档 太完美了 但是我现在你的超过结果不是这样 一定很惨了 对不对 来 现在看最后这几天就好 你能不能做对 7天 你做对了吗 我们又做9次股票 空9次又全胜了 真的吗 在这里 每档都赢 百发百中 你还在犹豫 我跟你说 第四波发动了 你要赶快上车 当然你还在犹豫的同时 他就没有 就结束了啊 我们钱都全部放口袋 昨天全部都放口袋了 19号全部都放口袋 我也跟你讲了 对不对 昨天也跟你预告了 第五波要发动了 你前面一二三四波错了 你第五波一定要上车 前面总共操作98档 赢了97档 你第五波还在错事吗 那第五波行情怎么样 投资朋友大家最关心的 来注意看 来在这里 今天好不好做 很好做啊 其实很简单 就低档给他买上去就对了 买盘那么强 那请问要买什么 方向在这里很清楚 就是地价股 不要乱追 来 一马一定涨停板 哇怎么这么强 一不小心就 大家涨停了 公和这档股票 公上涨停板 这普通会员买的 来为什么要买它 看到吗 这从高档跌下来 打完很漂亮底型 有没有 互现你以前完 主线快要翻多了 未来会不会翻多 给他模拟分析一下 模拟分析在法人版就有 有没有 三线会翻多 所以我就进场 一下子就涨停板了 怎么会这么强 很正常啊 同一边 这是我们会员的力量 你看这档股票 从这边高档跌下来 你这边买一张 现在可以买九张 这边买一张 三线就即将翻多了 你不敢买 那你要买什么 这种做便宜的股票 你要去哪里买 当时买一张 现在可以买九张 哇这太好了 这怎么不买呢 所以一定要买 这个一样 领先翻多 打出漂亮底型 两个买进讯号 未来还是一样 三线会翻多 所以我就领先买进了 同学朋友 这个就是第五波的股票 你将来没有买 你一定会后悔 你会后悔 前面错失了 这波没跟上 同学朋友 来得及吗 绝对来得及 第五波已经正式启动了 你错过一二三四波 第五波你一定要跟上 什么来得及吗 绝对来得及 因为刚刚开始而已 电话打动最重要 进行到这里 明天再见 大家好 多爱撤 大家感谢了 明天见 明天见 dle